其实中医在认为优异症的成因 有些是先天体质的问题 那其实有些是后天生活习惯不良造成的问题 而中医我们从这些优异症的病人身上 发现一个共同的一个特性 就是肝经的循环不良 也就是中医所说的肝经育治 而中医所说的肝经 刚好就是有经过到上述主持人所说的 这些边缘系统 也就是性能核还马尾前扣带回 所以说中医其实调节肝胆经的时候 其实也就在调控边缘系统 也就在调整我们的情绪中枢 可以让我们的情绪能够更稳定 其实人类的身体跟心理 它是相互影响的 身体的一个症状会去影响到心理情绪 那心理情绪呢 其实它也会去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症状 那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女生 她其实越进来的时候 情绪会比较低落会烦躁 尤其是经痛越严重的时候 情绪更是会非常的容易会被刺激 会被爆发 那这时候我们身边的亲友 可能就需要去多了解多体谅 其实女生越进过后 她的情绪就会好很多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身体 会影响到情绪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现在失恋的时候睡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好 然后什么方法都没用 可能就要强迫自己要去好 每天跑5000公尺 那才能够会去有改善 所以人体的一个身体症状 跟心理情绪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的 所以忧郁症的病人我们去看 绝大部分都会有一个多重神经系统的一个疾病 只是在演变上面 我们只是会看到忧郁症的病人身体症状 情绪症状都很明显 所以我们才会去注意到这个严重的问题 因为从西方医学的角度 治疗忧郁症通常是像给药 那中医是借有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疗忧郁症呢 所以说其实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中医其实不断是用中药 还是用针灸来治疗忧郁症 其实都是去改善我们的肝经的一个循环 那我们前面有说过 肝经的一个循环改善之后 它去调控我们的情绪 而且我们临床上有一个很棒的发现是 当我们发现病人的肝经循环 开始在改善的时候 这个病人他其实身体的症状 还有情绪的症状 他同步也是改善 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病人的一个肝经循环更好之后 其实很多的一个忧郁症的病人 他的身心症状就会全面会改善 而且临床上 我们不只会看到病人情绪低落明显改善 你会看到病人身体的症状也会改善 比如说之前我们会提到 其实忧郁症的病人 他通常都会合并一些 出席都会一些睡眠的问题 胸闷的问题 心悸的问题 头痛问题 这些都是会全面去改善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中医在治疗忧郁症 一个非常有一个可以协助到民众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知道中医也有这个头皮症 头皮症是不是也可以来改善 就是像忧郁症这种情况呢 头皮症其实它也会丢应到 大不同的一个分区 所以说我们其实透过对现代医学的了解 那我们可以应用头皮症 然后来更有效的来治疗 这些身体各种不同的疾病 包含是忧郁症 而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 其实中医有很多的穴位 是在四肢的地方 然后它也可以去透过不同的穴位 来刺激我们肝胆经来循环 那我们肝经循环改善的时候 其实忧郁症 它在我们临床上很明显 它就会开始逐步改善 就像有些病人在我们针灸的时候 针灸后 我真的情绪会比较觉得和缓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中医在治疗 这忧郁症的一个特性 那我想请教您 中医治疗忧郁症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有没有可能可以帮助他们 如果比较重度的忧郁 可以扭转他们自杀的想法 那有没有可能帮助他们完全治好呢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呢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其实很多人都会 其实很多人都不晓得 其实中医可以治疗忧郁症 而且其实因为我们临床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中医的医师 他们在治疗忧郁症 其实也都对病人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对 就譬如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就说他之前 他最近可能就有些情绪忧郁的状况 然后就去治疗 而且在那个医师 在整个治疗一个多月之后 其实他的整个就是他的整个睡眠抗幼余剂 其实他慢慢就在减量了 所以说你中医在治疗约 基本上大概需要两到四个疗程 那如果病人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 可能就会延长 那我们在整个疗程上 大概是每个月 大概是三个月 所以说大部分中医的治疗 大概是六到十个月 但是如果这个病人能够配合一些生活作息 然后能够就后面会提到一些能够加入正能量的一个社交圈的时候 那其实这个病人可能可以缩短 可能就可以甚至我们临床上有些病人 可能就是三个月 他其实会恢复的非常好